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6號 禮拜四 那美國股市啊 昨天我們收盤之後就知道它 它那個 起始是呈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大家看到三大法人賣超一百三十幾億 哇 很多人來說 台灣國標誌 這次不知道要怎麼 很多人又擔心到睡不著覺 一直打電話給我說 老師怎麼辦 我說大家就照表操課啊怎麼辦 道主朋友 如果你今天心中沒有一定的定見的話 你到底會覺得很恐怖啊 美國會將來我們來看多少 其實也跌不多啦 跌多少 道瓊跌138.0.59% 納斯達克跌31.0.47% 廢城跌 那升級市來的比較強一點 外賣又大賣 喔 哇 結果我今天早上我給大家怎麼講 我大家就是照表操課啊 不用怕 第一個台股領先跌嘛 第二個 道主平 不知道有注意看有沒有 每次外資大賣的同時 那個地方往往是底部喔 外資在大買的同時 往往那邊就是說一直去一直去 到一天外賣 你買200億 300億 往往那邊都是最高點 就要回黨 結果今天 尾盤是跌了5點啦 你看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嗎 都在上面嘛 我早上跟大家怎麼講 理空徹底嘛 道主民友 一個老師的你會信任在嗎 你信任在 你就要看 我知道去時刻大家怎麼講的 我絕對不是現在幾個大聲 就跟大家講的 大家把我找上那個 你今天是我LINE的粉絲 LINE8的 或者說我的裡面 LINE的群組 看我大家怎麼講的 我就跟大家講 大案表超客嘛 那我說回測到1000點左右 是好買點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嘛 今天去成交 1045億 明天才佩五兩 再送這個 有沒有覺得說 真的啦 分析到真的像這樣 我真的不曉得說 全市場上有誰敢敢 跟這樣在分析啊 1066是9月19那一天 跟你講說創新高會拉回 拉回到量說 一千億以下 波段漲幅 在這裡開始 就是這天 9月29 然後開始起起起起 起到這裡創新高 我說這一次籌碼相對安定 所以在這裡想很久 你看看 創新高就是了 雖然每天都是黑客班 要在這裡 到這裡跟大家講說 拉回 要拉回 要拉回 等量說再進場 全市場 如果有人敢這樣說的 敢這樣跟大家解盤的 而且都跟大家講在前面喔 這裡 跟大家講說出現這個大量的時候 要 這一根大量 我說這 這要整理了 完全在我的掌握裡面 專市場還有 還有人不要這樣做 你去講出來 你把他的 你進去看 因為現在 道主兵現在很幸福的 你現在去看 就是說 他們都會把那個什麼 都會把這個 他們的影片 像我都會把影片放在 YouTube 或者我們公司的網站上 你都會可以去看 看我有這樣說嗎 你不可以看一天 我股票漲停盤 我就很厲害 我今天股票又去 有些蓋牌 一天蓋了五六十檔的股票 熱的都不敢說 蓋的 大家都是他的 我呢 我講那一些股票 就是那一些股票 包括今天我跟大家講的 我說像元泰啊 其實 集團作帳 我有大家講嘛 大家也看到嘛 今天開盤開多少 今天開盤開493就是最低 就一路一路一路 往上一路 這新九龍八萬幾張的股票 成交量八萬多張的股票 不是說我這樣 發來說 我來那裡海的時候 全市流的股票給我發的頂檔 這不是耶 這是要看得懂行情 才有辦法 導遊朋友 你看他 他這樣漲 來 整理這麼久 整理了這麼久 一個月 兩個月 整理將近三個月 難道一根兩根就結束嗎 當然你不要去追高啦 要買這些股票怎麼買 我都跟大家去講過了啦 但是你要看 我說的 就是這麼用 這都是大家 都還沒開盤 我就大家應該說 昨天前天我就跟他講 現在下來 進入就是集團作帳 現在下來 進入就是為什麼 會漲價的股票 現在下來就是要做什麼 投信作帳的股票 漲價的股票來 這MLCC 要再調整計劃 今年第四次調整 有沒有 國劇 如果大家說 MOSIFE我也說 不會說起到這裡就結束 我說他九月份才調漲售價 九月份來講 一般十一月十二月出貨嘛 所以他九月份一次敢調漲兩次 而且兩次高達五十趴 我沒那麼敢就結束 漲天板 大宗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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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十塊投資朋友 真的不錯 你 你 老師我漲沒力 你今天還可以買在 還可以買在這個黑的時候 欸 去十塊 所以一個老師 他的選股的邏輯 對不對 影響到觀眾朋友 你的賺錢 也許我跟大家講 昨天那個點到那邊就結束 有些股票要上去 有一些股票下來嘛 你一定記得我跟你講的嘛 我說什麼會上去 我就說有人會買股票就會上去嘛 要用大買牌 外資在大買的股票 有投信在買的股票 有集團在買的股票 百分之百命中 你又在那裡看 你又在那裡看 你不要再看 大家都很準的 我從下午 我等下營營 我也看今天老師的節目 沒有啦 我看沒有一個說不準的 會說 有套路的感覺 我會去說而已 因為我追蹤的股票 就是這幾檔 我不會去增加什麼 我長期看好的股票 就是這一些 這也 大家都在說 你給他看 我說 昨天還給各位看K線 回測到月線這裡 今天你看所有的金線 所有的金線都要怎樣 都站上去的 這有事先怎麼說 包括 你如果說MOSPHE 來 3317 有嗎 尼克森 這個 8261 今天那麼大 因為尼克森既然比較熱 他就今天要再用分盤嘛 所以當作別人你看一個老鼠的節目 你要看 你要去看 你要去看 真的人家有沒有用心在分析 分析的準不準 我都在這裡 大家說 你都在我Youtube 你都會看到 我不能在這裡自己自吹自擂 大拔 大家說 亮碎要到月線 今天照盤的時候 預估的成交量大概是900億左右 所以 可能很多人看我的電視節目 預估到900億左右的時候 大概在這裡 哇 就一路一路拉一路 當然在拉的過程裡面量會出來 其實今天如果說成交 今天就維持在這個平盤上下來講 量就收到1000億以下了 都首先要大家說的 很多人說老鼠你說的 會來啊 不會來 會不會來 人家說沒有三兩三 不敢上兩三 所以你去年去 你要對一個老鼠 你是要對什麼 對一個有實力 那當然現在又是年底了啦 我年底來講 都會選擇說我 長期看好的股票啦 我去年選舉 算的股票喔 一股票 漏開沒氣啦 因為我有選3563嘛 這個 木德 木德這起不少啦 這個你看 有沒有 從三十幾塊 漲到一百八十幾塊嘛 那有選同開啦 這也起不少 這從 十四五塊漲到八十八塊 那都今年的台市啊 有選一支好得 這起比較少啦 這漲得比較少 這大概從十一二二塊漲到十九塊啦 那一支都沒去的齁 就是這支 這裡沒發民主這支漏 也對 我也跟大家講啊 我這個人不會隨便那個啊 那當然有投資朋友齁 有這就我問這個問題 我今天最後一次講以後 我就不講了啦 來啦 我要給大家看什麼 來 有人讓我問這個啦 來 看一下齁 來看一下齁 看這個齁 他說 這五隻最近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有沒有看到 這個外資 這個是外資嘛 外資的持股嘛 你看 一直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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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買 這個賣的 賣的這個都是以前齁 以前什麼瑞信啊 美林那邊買的 但是 外資買只有兩個戶頭 只有買都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看它出啦 就是說這買大買大買 這超過五十年 這買這 這真的買很多 很多人就問我說 為什麼啦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人家 為什麼要去買啦 但是我跟你講說 我也有去追蹤這一個外資 因為我們這分析師也會去追蹤嘛 長期去追蹤 長期去追蹤 他說他一直買一直買 他意義何為 他現在持股大概將近兩千張啦 那當然 股票流向有錢人的手上 他就比較會去嘛 這是必然的嘛 但是齁 當然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機會啦 這是我跟大家說一下 但是我感覺就是說 以目前為止啊 股票來到10625 我也跟你講說10600 那是我們一個很好的買頂 剛好在我們季縣的位置嘛 買什麼股票 我每天都有股票給大家耶 MOSFI概念股 投信作帳 集團作帳 就是這些股票你買下去就對了 尤其 從現在到明年的3月底 都沒有財報 你都放心 有很多股票 要買你這個時候想何做 上次貴公司頭賓也知道 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機會啦 我再跟大家說過 你手中沒有股票的 沒有股票你要怎麼樣 你要快要股票嘛 要買什麼股票 就我來講一下 你手中股票很多 你要怎麼分類 有一些是我跟你講的 這支人投信要作帳 這支人集團要作帳 這支就是漲價概念股 這支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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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支出現成賣 這支賣 賣的部分 那是怎麼 哇 真是好的部分 老主要我說 我先也說過你聽說 你手中沒有股票 你現在只現金 現金很簡單 你就是放這邊 賣 外主要買 投信要買 集團他們的作戰要買 都有人要買 你就下來買就對了 沒有股票很簡單 你手中股票很多 你就分類 這個族群是 有集團要作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怕出人家 不要 有什麼把它換 換到我講的這個族群裡面 這樣你聽不懂 所以你還不會 還不曉得怎麼做的 趕快把握機會 當你早上看到我跟你講說 昨天就跟大家講原胎了 昨天跟大家講MOSFI 其實還有很多股票 很不錯 還有很多股票 會很有機會的 重點是這樣 要怎麼買 要怎麼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手中的股票 你如果整理出來 就說這間公司後面有前景嗎 就沒有前景 沒有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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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換 我們就換 換機 換機 以後都是有前景的股票 你爆了你不會怕 說這間公司 你要跟坎坎而談 這一個公司 我為什麼敢買 像大宗 我為什麼敢買 我為什麼敢 帶我的團隊成員去買 就說高委長 家長兩次 這不是我講的 新聞媒體企業 這個所有的報導都有 都市民友 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你如果 還不會分類 你說老叔 這我不會分類 我就 不曉得怎麼去分類 沒有關係 你就 等一下我進來給我也好 就說 在我的臉書上面留言 我都會跟大家去講 還有很多股票 經過今天來講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剩下 剩下明天一天的機會 你要佈局完成 要買 你要買得好 買多股票得多好 最後一天的機會了 你 不知道要怎麼 電話卡過來 0800 55808 要問股票 手機怎麼照 你就知道 把握明天最後一天的機會 時間的關係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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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